商业资讯 为了在农历新年推动棕油产品的销量 棕油理事会可说是出尽了法宝 今天更是特别邀请了原产业部长郭肃庆 和一众高官险要大显厨艺 以棕油烹调出一道道的美味佳肴 距离华人农历新年还有一个星期 为了鼓励国人支持购买棕油实用油 棕油理事会今天在武吉加利尔体育场的 八度空间综合年货市集 举办了一场我爱棕油运动 更是邀请原产业部长郭肃庆 联邦直销区部长卡丽沙默 以及巴达林在野区国会议员玛丽亚成站台 为了推广棕油我国这个命脉商品 三位贵宾今天不谈政治 反而展现另一个绝技厨艺 三人在厨师配合下 以棕油食用油为主料大展身手 郭肃庆挑战鲍鱼炒饭 卡丽炸年糕 玛丽亚成则是烹煮人当机 YB做的怎样 很好啊 不错很好 给他打分给他打分 还没有炒完啊 哇 10吗 还没有炒完啊 哇 10 out of 10 Let me smell a little bit 很香啊 哇鱼啊 这个是鲍鱼不见饭 而且那个卖相很好 卖相很好 对对对 哇 诶 还没有炒完 哇 YB要不要跟我们说一下 那个炸里面啊 有了什么料在里面 这个有鸡汤 OK 还有放一些馅 OK 这里有虾 有这个一点青菜 这个是鲍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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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鲍鱼 我们用鲍鱼 对对 鲍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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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鱼鱼鱼 我们不仅仅有油 我们也有鲍鱼 所以我们能够造成 零费势 我们可以使用 所有的鲍鱼 宿庆呼吁国人 在来临的新年 支持和购买棕油产品 烹调出一道道美味年菜 八度空间邓穗金 吉隆坡报导